女子市表军的颁奖一身 你现在来了 第一个动作是107B 难度3.0 作为体育明星 能有这么高的热度 实属罕见 全空禅近期的主要任务 是参加多哈市井赛跳水项目选择赛 在十天内参加了两战比赛 12月1日 从体跳到入水项目选择赛 第二战的比赛 在武汉体育中心进行 然而遗憾的是 全空禅最终还是输给了国家队的搭档陈茜 其实有这样的结果 在很多人意料之中 毕竟全红禅现在有伤在身 十天之内 全红禅两次输给了陈芸汐 虽然都与冠军师之交臂 但是相信在明年的奥运会上 全红禅会有好的表现 在2021年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上 初出茅庐的全红禅 在女子十米台决赛中 以史上最高的466.20分 获得冠军并一战成名 正因如此 观众一直对全红禅 抱有很高的期待值 相信度过伤病和身体发育 两道难关 全红禅在明年的奥运会上蝉联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就在近日 全红禅的家乡也传来好消息 那就是 麦和村街牌仪式圆满成功 如果过去提到麦和村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自从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一跳成名了 麦和村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村 过去麦和村的条件很一般 全红禅的家庭更是贫困户 因为全红禅的缘故 麦和村知名度不断上升 如今的村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子里修了柏油路 按赏路灯 这些都是托全红禅的福气 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种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的感觉 很多网友见证整个街牌仪式 相信全红禅参加完比赛项目 回到家乡 也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一个遗憾 那就是在麦和村街牌仪式上 很多人都参加了现场的活动 本以为全红禅的家人也会参加 然而 全红禅的爸爸妈妈哥哥等人 没有一个人出现在现场 很多网友吐槽 麦和村是因为全红禅而成名的 如今村子街牌仪式 应该邀请全红禅的家人参加 这就是饮水四泉 网友喜欢全红禅以及他的家人 所以替他打抱不平也很正常 不过身为旁观者 为之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 所以发言还是谨慎一些 全红禅成名之后 各种奖励扑面而来 面对这些全红禅的爸妈 非常没有格局 不会做有损女儿名誉的事情 如今的全红禅爸妈哥哥 都在直播带货 家里有一个人气极高的女儿妹妹 如果随口一提 那直播间绝对热度蹭蹭上涨 但是他们在直播间 不会主动提起 不会做对全红禅有困扰的事情 网友也是爱无及乌 因为全红禅 喜欢上他低调的一家人 正因这种低调的风格 也许是他们不参加 麦和村街牌仪式的原因 只要家人幸福平安 对于全红禅来说就是幸福的事情 只有这样 他才能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训练和比赛之中 给大家呈现更多经验的水花 消失庶民场面 也许网友认为的遗憾 正是全红禅的家人 故意低调的举动 你说是吗 谢谢大家